大家好,这里是二爷读书 我今天要给大家谈的话题是历史故事 因为比较长我会分成上下两集 叫做滴血的荒诞,文革奇纹路 我们都知道文革可谓基于人类历史政治荒诞之大乘 但是它到底有多荒诞,有多残忍,有多野蛮 在咱们长时间有意识的掩埋和无意识的遗忘中 已经很难寻得终结了 但是历史真相,只要我们愿意去探寻 它始终是躺在某个角落里面,等待我们去唤醒 今天我们要讲五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就是 林彪的老婆叶群的故事 林彪的老婆叶群,她曾经跟随着林彪 叫做七水芙蓉 她的最高官子一度未灭政治局的委员 她是一个高官了 但是这个女人,她的人际关系不怎么样 从延安时期开始,她就和很多首长的太太团交恶 其中就包括和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陆定一的老婆,颜卫斌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差 在这个建国后,这种离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里面 这个颜卫斌为了打击叶群 就从1960年开始 悄悄去散布一些匿名性 就说叶群是国民党降临的女儿 生活作风有问题 早就已经不是处女等等 这个情况到文革的时候就到达了一个高潮 这个林彪真的是不堪其扰 很愤怒 觉得这个颜卫斌这个行为肯定是她老公陆定一在背后暗中指使的 所以在1966年5月份 中共召开所谓的解决彭诺路阳反党集团的这个问题的政治会议上 林彪就反个一击 亲自去质问陆定一 那陆定一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老婆干了这些事 所以她很惶恐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林彪觉得她是逃避 就亲笔写了一个证明自己的老婆婚前是处女 儿子女儿都是亲生的这个一个材料 然后复印了很多 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广泛散发 而且她还要求政治局正式通过一个决议 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哎呀这个惊世骇俗的政治局 这个桥段真是震惊与会者 列容这一看这还像什么样子 立马要求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个材料给收回 销毁啊 林彪的这么一个胡闹啊 虽然她没有得逞 但是确确实实给这个当时已经穷奴之末的陆定一啊 踩上了一脚 后来的文革中啊 夫妻俩啊 双双入狱十三年 而且涉嫌造谣的这个颜卫兵的三个妹妹都受到诸年 全部进了监狱啊 被宽了六年到九年不等啊 她的长子也入狱了六年 而且她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也被关押起来 啊 死在了狱中 可谓是非常的惨啊 第二个故事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个秀才造反的故事啊 北大的奇人啊 也算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学生叫做黄立仲 黄立仲呢 他是安徽无为宪人啊 1956年的时候 他靠进了这个北大的哲学系啊 黄立仲进北大的时候呢 正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风起云涌啊 全国一片癫狂的时候啊 他本人对此呢 是极为不及啊 多次提出异议啊 在1958年 学校就看不下去了 就把他给开除出了这个共青团啊 黄立仲呢就很不服气啊 我说的是事实 你们把我开除啊 那随后呢 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无为县来去调查取证 想用事实来说话啊 安徽的无为县呢 当时确实也在大跃进中是一个重灾区啊 根据这个无为县的人口统计啊 1957年到1960年这三年 全县的人口从98万锐减到66万啊 损失了三分之一 其中有据可查的1959年啊 就直接饿死的人就有82278人 1960年饿死的人数更是高达126524人 人相识这种惨况啊 比比皆是 这种惨况呢 也给黄立仲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他更加觉得自己是对的啊 所以他回到北大之后 冒天下之大不为啊 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的情况呢 对所谓的当时所谓的三面红旗 就是总路线大药军和人民公社 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啊 北大对这个学生啊 就下了个定义 叫做一直坚持反动立场 怀有深刻的阶级仇恨 无培养前途啊 所以在1960年6月的时候 将黄立仲开除学籍啊 学校啊 还特地在黄立仲的户口本上 把这个开除的理由给写上去了 让你难过啊 黄立仲一路之下 就把户口本给撕了啊 所以就成了黑户 没户口了嘛 所以他以后在全国各地啊 找工作的都找不到 因为没有户口嘛 被迫啊 谁让他回去误隆啊 但他毕竟是为数不多 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啊 所以当时很多这种活不下去的 乡亲啊 都会经常来找黄立仲反应困难啊 黄立仲呢 也会把他们反应的这种困难写成材料 然后组织乡亲进行上访 但是呢 没有一次成功啊 这个无赖之下呢 黄立仲呢 又想组织乡亲们去逃荒啊 换个地方 看看有没有活法啊 结果在当时很严密的那种社会体系之下 也可以想象啊 只有极少数人逃荒成功 大多数人都只能驻某一代彼 黄立仲后来就痛定失痛啊 决定铤而走险啊 他编写来着什么 中国劳动党党纲 告全国人民书等等等等 想学共产党阻挡起义 他在他的那个 告全国人民书中里面 写了这么一段啊 人民是大地之王 一切政党 其理论政策都是人民的工具 当他丧失工具作用的时候 人们就应该将他一脚踢开 他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施政纲领啊 叫做废除专制 实行普选 司法独立 惩治腐败 注重人权 军队国家化 你看一看这些词汇啊 这些今天 这些词汇放在今天都是极不普通 都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远见着实 这个小伙子当年能提出这样的概念 真的是了不起啊 在短短三个月内啊 黄历重啊 就靠他的口才啊 拉拢了130多人啊 其中包括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 共产党员 甚至还有在职的国家干部 包括个别全国劳动模范 他们密谋啊 在1961年的春节就行武装起义 但很可惜啊 因为有人告灭 这个计划外泄 在暴动的前夕啊 被当时的驻军给抓捕 前后千年了数百人 都投进了监狱 那么作为这个 所谓的匪手啊 黄历重被抓之后 他很有骨气 拒搏认罪 而且他的理论水平 远远在当时那些审讯他的人之上 所以经常这个审讯他的那个 反而变成他慷慨诚词的一个机会啊 因为他玩过不话呢 1970年的时候 在一打三反之中啊 黄历重被执行枪决啊 他在狱中还写了一首诗 叫做恶死千千万家中无数量 赶时天落泪 悲来风颠狂啊 这么一个 可以说青年才军 就这样 悄无生气的冤死 非常非常的可惜 这是第二个故事 我们今天要讲第三个故事啊 彼得贝维 行骗二十年啊 在文革中啊 来自全国 全球各地的这个共产党啊 啊 都受中国中国革命的感召 都来中国拜 业革命领袖啊 当然啊 不是白来的啊 几乎每个来的政党人都能收到革命支票啊 比如古巴的切狗瓦拉 在中国就拿走了六千万美金啊 而且周恩来还跟他说 可以不用还啊 此情此景呢 也激发了中国 这个美国中情局的一个歧视妙想 所以他们通过一个荷兰的一个情报机关 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 叫做彼得贝维的数学老师 执行了一个秘密的红色匪鱼计划啊 向以此来试探中国的这个情报 这个数学老师彼得贝维啊 他就化名叫做彼得尔森啊 在荷兰成立了一个叫做 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这么一个组织 自己任总书记啊 其实这个组织啊 从史到中都只有几个群众演员啊 但就这么一个 只有几个群众演员的政党 依靠一堆虚构的党员花名册 就轻而易举的骗过了当时 中国驻荷兰的大使馆 然后就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 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供应代表啊 所以在当时中国的邀请下 彼得尔森呢 自1970年开始 前后25次的访问中国 先后得到了毛泽东 周恩来等人的接见啊 那么通过这和这些领袖的接触呢 彼得尔森不会吹飞之力 就了解了怎么 中共高层的很多 内幕和人事变动 所以当时中情局也提供了很多 难得的一手的献报啊 当然啊 必不可少啊 每次彼得尔森来访问中国都会 带回去一大笔中方给予的革命经费啊 这样的资助啊 直到八十年代末苏东 巨变呢 才终止啊 这个时候的彼得尔森啊 前前后后已经从中国拿走了超过一百万英镑的经费啊 这些钱呢 除了出版 他专门用来互弄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的那个 荷兰版共产党的人啊 绝大部分呢 都成了这个荷兰情报机关的额外补贴啊 当然啊 这个彼得尔森晚年啊 对中国的这个国兵待遇啊 念念不忘啊 他说啊 中国确实有不错的厨师啊 在中国没有资助他之后啊 啊 他这个虚假的这个 荷兰共产党啊 受众正弃 他自己人又专门成立了一个为荷兰的退休者谋求代言的这个政党 啊 不过 跟他之前那个荷兰共产党不一样的是啊 社会这个政党是真的 无论是他的宗旨还是他的成员 都是真的 好 今天要谈的第四个故事就是我的故乡贵州的一个 奇特的故事啊 叫做比较健康 在1967年2月的时候呢 当时的中国各地啊 在革委会夺权的这个高潮此起彼伏啊 当时远在西南边陲的贵州啊 他也走在了前列啊 军人出身 只有中学文化的贵州省军区副政委 你在韩 他看准了时机啊 准备积极的挑动全面舞斗 然后他组织了所谓的这个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败 总指挥部啊 把贵州省的权力给夺了啊 那毛泽东对他的行为呢也大为褒奖啊 专门批示啊 山东出了一个黄笑语贵州出了一个李在韩啊 什么贵州造反派的这个夺权行动呢 就成了最早得到中央承认的省份之一啊 到毛泽东的这个清点的李在韩啊 地位火箭一般的穿身啊 很快就出任贵州省革委会的主任 当时在这个群众的大会上啊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将敬寿 敬祝您父统帅身体永远健康 这两句口号是必喊的啊 不管你看什么大会先喊这两句啊 那你在喊掌握大权之后呢 觉得哎呀 这样还不够啊 这样的三乎万岁啊 大家都有没有什么地方特色啊 不能满足他自己的需要 所以他别出心才又加上了一句啊 敬祝贵州的小月亮 你在韩同志身体比较健康 又是小月亮又还比较健康啊 这个天雷滚滚的创意啊 迅速迅速的就散开了啊 我来贵州各县市的国委会团都纷纷效仿啊 在这三句 住持的后面又加上了 他就像国委会主任某某同志勉强健康 还有一些外省市呢 也一葫芦话条 比如三冬省就发明了这个 敬祝王孝宇主任身体基本健康啊 三东省的三西啊 发明了祝陈永贵主任还算健康啊 比较健康 基本健康还算健康啊 这些词啊 最后还是惹老了中央啊 你徒子徒孙何德何能呢 你有能力 你敢攀在领袖后面享受山呼海啸的膜拜 所以周恩来就派人去调查这些事情啊 这个造势者啊 你在韩在中共九大之后迅速被撤职 而且他也确实只能算是标语中的比较健康啊 文革后就一命呜呼 只活了五十四岁啊 所以这口号不能乱喊啊 一语成圣 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呢 是夺命日记的故事啊 在一九七零年周恩来主持开场的一个运动叫做一打三反啊 这个运动在十个月内呢 就在全国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多万名啊 逮捕了二十八点四八万啊 当时中央要求啊 对那些气焰嚣张 罪恶累累 民愤极大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这个反革命分子 要坚决的杀 所以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这个 玉罗克 沈元 毛印星啊 包括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一个黄毅仲 本来在文革中虽然被抓捕 但是并没有判死刑 结果都在这个运动中被改判 彻底隐命啊 在一九七零年7月一号啊 四川的南冲市 那么为了给党的生日献礼啊 召开了这个 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 公审枪毙了三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啊 其中一个姓李啊 这个名字我已经 很难去查到了啊 只知道姓李啊 他因为涉嫌 恶毒攻击 污蔑伟大领袖啊 背叛死刑 他背叛死刑的原因很简单 仅仅是因为在日记里说了一段话啊 这个姓李的年轻同志啊 他是五十年代初被选派到苏联去留学的一个大学生啊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毛泽东去出访苏联 那么在对这个全体中国留学生演讲的时候呢 本来说是早上九点 结果那几千万留学生一等等等 从早上九点一直等到下午六点啊 啊 个毛 毛泽东才三三来迟啊 所以 当时这个姓李的这个同志啊 他心直口快 他就在自己的日记本中呢 写了这么一句话啊 要来又不来 他一个人 一个小时 而我们几千个人要等几千 等于几千个小时 作为领袖 还是应该有点时间观念 应该讲点信用的吧 你看就这么一句话 给他自己造成了 他也不知道会给自己造成以后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后来中书交恶啊 咱们在文革中又开始清查所谓的书修特务 那么这个去留过学啊 这个李同志呢 马上就被人检举解法 那么很快又有人去他家抄家 就抄出了他这本日记 可想而止啊 知识经理这么去说伟大领袖 那么等待他的呢 就只有一颗冰冷的自带 好 今天先讲这五个故事 欢迎你继续收看二爷读书 明天我们会继续谈 文革奇温录 下 谢谢 这一切 我现在会让我去做了金融 打电话 那我可以去吃 就多意味道 啊 我可以去吃 电话 就像你 他 阻気